這一個短片呢,來介紹一下雷電的配置 那我針對法師的做講解,因為法師他有一些招要按很快 由於這個是要連點的 那如果第一次使用,或者是很少使用雷電的人 我可以趁這一次的跟大家分享 這個T你可以設定,這是傳送門 傳送門就是我們以前玩暗黑的那個傳送門 你可以設一個按鈕在這裡 這個用一般的普通點擊,你把它拉過來 那這個也是一般普通點擊就可以 TAB是我們地圖嘛,你看這個地圖 它可以這樣按 你可以這樣跑,它就跟玩暗黑是一模一樣的方式 然後這個是武器技能 武器技能就是你要裝傳說武才有可能會解開 不然平常是沒有,你自己設定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說,你要把這個拉過來 這樣你才能夠去做這種動作 例如說這樣子 你壓住之後,然後你壓住4號的按鈕 因為這是4嘛 然後你去移動你的滑鼠才能夠去 去設定這個放招的區域喔 像這樣 啊這個也是 這個沒有,這是直接放 那像這種需要改變 需要改變方位的就是可以 要設定這種 叫做技能鍵 那再來這個是連點鍵 因為這個要一直按 我昨天按了 一個小時我手指頭就很痠了 因為沒有用連點 那你現在如果用連點的話 你就按住 它就會一直放了,你看它自動一直噴 像這樣 這樣就很棒了 這就是所謂的連點鍵 讓它可以去設定那個次數的樣子 你就不見得要 一定要去轉那個方位 因為它這個比較特殊喔 它連續一直發 所以它只要看到怪它就會自動去打 那這個地方就是滑鼠右鍵 就是所謂的MOBA的那種移動方式喔 所謂的右鍵行走 你把它拉過來就可以了 那這個地方呢 我建議你在設定 遊戲設定裡面設定那個固定的搖桿 它才不會飄的時候會錯亂 好,那你看一下喔 這就是連點 壓住之後它自己一直放 你就不用擔心說 喔,按到手很痛 像這樣 自動一直放 那如果看到怪的話 這個按4號鍵喔 4號鍵可以去做 技能方向的調整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雷電的一些設定 那你贊心得跟大家介紹到這邊啦 謝謝